这几年都有那个所谓的宗教法的事情 每到宗教法这些教内的人本来都忘记我了 有的宗教法他马上就记得我了 一定要来找我去 那我去我当然我想想应该讲话我就讲话 那十多年前讲话出家人没有那些民主修养 他总觉得我讲话是不是太凶了 现在我讲话他们懂得要鼓掌 要支撑我讲 但是无论如何讲着讲着我就上报 然后就开始有人要警告我 他说你要小心不要一直出头 这人会危险会怎样 我说这是民主时代 你怎么还有这种想法 他也回答不上来 好像这个政府马上就有一个黑手 晚上要把你做掉 要把你抓走那个样子 那么你最好明哲保身 那我就在想 我说如果这个话需要有人讲 你觉得哪一个倒霉应该讲 如果我不讲 你觉得应该谁比较倒霉应该讲 我就问他 他一下也不敢说 对 他说应该谁倒霉 你为众生讲话 你又不是为你自己 我讲完了 我庙盖得比较快 没有 搞不好盖得比较慢 一堆人跑掉了 不敢来 怕我被做掉 不敢来 都可能是这样 那我没什么得好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话应该为佛教 为宗教讲 那我有因缘讲 我去讲 也不过就随缘而已 我也没有说我很强 我很厉害 也不是这样啊 你们来找我讲嘛 那我知道了 我去讲 该讲我就讲 上次呢 在台中办的时候呢 那次很精彩 有录影下来 那一段他不敢录 干嘛 他们政府又派了一个 小不铃铛的一个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 小官员来 政府人员来 来宣导政令 我们是要他解决问题 听到我们的话 他居然来宣导政令 你知道他怎么讲 他开口就怎么讲 啊 这个哦 太自由也不是挺好的 我只听到我的红黑都 哇 太自由不是很好 你以为你在当官啊 自由不自由是老百姓决定的 不是你这个领老百姓钱的 这个政府人员讲的 我要多少自由 老百姓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我说我要多少自由 法治当然要了 在法治之内 要多少自由 放给 放给这个社会 放给这个政府 那是人民决定的 不是你来讲的 你宣导政令 他讲的讲 当场有大学教授啦 什么长老啦 还有他们的官员都在 我在下面 我故意在下面 我如果在上面 变成都是主席台的人呢 都不好讲话 我在下面听 越讲越离谱呢 这个之前 有个什么什么 都是因为我们帮他的啦 不然这个庙就要怎样怎样 又在糊弄人 好像你是救世主了 没有宗教法就不行了 这完全骗人 骗人的伎养太严重了 我就在下面 不用经过主席同意 我马上就吼他下来 我说你 我今天不是请你来 正定宣导哦 你讲了什么话啊 什么叫做不要太自由啊 自由的尺度是你定的吗 你是来解决问题 听我们的声音的 还是在正定宣导啊 他就傻在那了 下面的出家人 现在开始懂 也赶得鼓掌 话到去越久 说了好 连老尼师都听懂了 都风吹大 不敢讲 敢怒不敢言 诸位 你要复教 你还怕你的形象啊 怕你的 你的 你的什么 会不会被秋后算肿胀了 你就不要复教了 这就是佛法的道理嘛 为了利益众生 该第一你就第一 该出头你就得出头啊 当然事后 我还是跟他挨拶一下啦 就跟他讲说 抱歉啊 刚刚那样子 我吼你下来 但是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做主人的态度啊 你不是来正宁宣导 你知道他怎么反应 是是是 没关系啦 这个应该的应该的 我说 对了 你这样讲就基本OK 我还跟他讲 你要这样讲就基本OK 不然我撕下来 我还会训他一顿 民主的时代 你官员没有民主的修养 你这个政府怎么民主法 那你这些官员最麻烦呢 这些官员是总统怎么换 他都不会换 一滩死水在那 华人文化里头 尤其是 尤其是台湾的这个 文官制度里头的事务官 是考试进来之后 就一辈子当到退休 脑袋像降服一样 像恐怖力一样不变的 他在威权时代考进来 到现在民主时代 头脑还没变 你知道吗 你不教训他不行 人民将来受苦 受害 不可以 这种想法要出头 我想的是老百姓 不是想的我的什么修养 修养 你自己明明看到 要为众生讲话 你做个小鳖山 你说你有多少修养 你良心说不过去 佛教徒就是这样 很多佛教徒 这个这个 头钻进地洞里 没看到 不敢讲话 当做有修行 你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缺乏一种 佛法正义的道德像 这就是慈悲像里面有 这还不是什么 什么正义不正义 不需要正义 因为正义不张 众生就受苦 就这么简单 那就什么叫做正义 正义当时随时代 稍有不同 但是一定是 佛法不能受伤 这一定的 那佛法不能受伤 从两边立场讲 一个就是你要自己修行 以道德来护佛法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应对众生 令众生了解佛法 那么宗教法就是让众生了解佛法的一个 很直接的方法 这个都得要做第一 所以当事人已经不接受了解佛法 那么宗教会 要不合理的